大家好,众议院民主党周五公布了其1.9万亿美元的冠状病毒决免法案的最终版本 让我们来看一下最终敲定的法案都包括什么 一,首先是1400美元的纾困金 年收入不超过75000美元的任何成年人都可以获得 二,逐步将最低工资提高至每小时15美元 三,将每周300美元的失业金提高到400美金 并延长至8月29日 本来这个UI和PWA将在3月14号到期 现在这个法案可以延长到8月29号 四,为小型企业提供100亿美元的资金 五,3000美元的儿童税收抵免 6岁以下的儿童是3600美元 六,为州和地方政府提供2190亿美元 以弥补疫情期间的财政短缺 七,60亿美元用于本地的医疗保健 这个法案将在星期一进行表决 由于民主党是在预算和解过程中提高救济金的 所以他们只需要在众议院和参议院简单多数即可通过 所以1400美元的束缺金将在2月底或者3月初才能到达你的账户 好了,欢迎大家订阅,点赞,追踪最新的消息 拜拜